金汉运河规划的多维度分析 黄金水稻提效与生态挑战并存 引言 金汉运河规划的核心在于通过节湾取值 优化长江金州至武汉段的航运效率 这项工程旨在大幅缩短航程 提高货运能力 成为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物流枢纽 然而 这一规划在经济效益 生态影响和区域平衡之间存在着诸多争议 本文将从经济、环境、技术与区域发展角度 全面分析金汉运河建设的利弊 一、金汉运河的背景与目标 长江是中国的黄金水道 但金州段以其九区十八弯著称 航运能力受制于天然地理条件 目前 该河段仅能通行5000吨级货船 形成货运瓶颈 制约了长江中游的整体物流效率 为此 金汉运河提出节湾取值 通过人工河道缩短航程 改善航运通畅性 规划细节 路线 从金州松资至武汉 规划新建230公里运河 规模 河道深度8米 宽度90米 可支持万吨级货轮通行 目标 每年可节约300亿元物流成本 提升货运效率 二、金汉运河的潜在利处 一、提升长江物流效率 缩短航程 新航道较传统长江河道 缩短200公里 运输时间与成本大幅减少 扩大通行能力 支持万吨级货船通行 提升长江中游或运输纽地位 加速产业转移 提高货物流转速度 有助于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促进经济平衡发展 二、强化国家物流战略 构建内循环网络 金汉运河将成为长江经济带中部的物流动脉 支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推动区域协同 武汉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枢纽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有利于打造全国性物流中心 三、降低能源消耗与碳排放 航运效率提高意味着单位货物运输的能耗降低 有助于绿色低碳发展 三、潜在的弊端与挑战 一、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河流生态失衡 改变长江水流动态可能破坏鱼类 鸟类等生物的气息地 尤其对洞庭湖湿地和水温系统影响深远 水体侵蚀与淤积 结完取之后可能在下游造成河道淤积 同时加剧局部水土流失 二、洪水管理与安全性 落差不变 水流更急 航道截短后 原有的20米水位落差将更加集中 洪水器通行的安全性存疑 防洪压力转移 改造后洪水的影响可能从荆州段转移至武汉 甚至更下游地区 三、对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影响 荆州港口价值下降 目前延长江布局的大量港口设施如荆州 岳阳可能因新航道建设丧失战略地位 土地与行政区化分割 金汉运河占用大量土地 可能造成荆州行政区化的破碎化 削弱区域经济发展 四、高昂的成本与实施风险 工程建设与维护成本高昂 若前期论证不足 可能带来不可逆的损失 人工河道的长远水文 地质风险需充分评估 四、老船长的经验启示 实操与技术难题 一位拥有39年长江航行经验的老船长 提出了关于通航安全的重要观点 横向风对航行的挑战 季风影响船舶 在狭窄运河中航行的稳定性 尤其在风压插角过大的情况下 难以保证安全 上行与下行船只调度问题 双向航道的设计 是否能满足万吨级货轮交汇需要 是一大技术难题 这些经验表明 金焊运河在设计与实施中 需充分考虑气候 船舶调度和实际操作的复杂性 五、如何实现平衡发展 一、全面环境影响评估 针对洞庭湖湿地、洪湖等敏感区域 制定生态补偿与修复计划 通过技术手段如建设人工遇到 缓解生物栖息地的影响 二、优化区域经济规划 提升荆州枢纽地位 通过建立物流集散中心和综合港口 避免荆州成为单一的过境通道 补偿旧航道岸线港口 为现有港口重新定位 如发展旅游业或本地化物流中心 三、严格技术论证与模拟试验 在正式实施前 通过水文模拟与实地试验 评估水流速、通航安全性等关键问题 针对风压、落差等不利条件 优化航道设计 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建设过程中兼顾荆州、岳阳等城市的利益 避免因资源倾斜导致的区域失衡 六、结论 机遇与挑战并存 金汉运河是长江航运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其规划构想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与战略意义 然而 工程的生态风险 区域发展不平衡及技术难题同样不可忽视 唯有在前期论证 技术规划与利益平衡方面做足功课 才能确保金汉运河在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